我把我剛剛寫的程式做一個整理 然後放在哪裡,除了放在GG.GG Excel to VBA 之外 你們可以到GAS範例這邊找到第一個單元 我剛剛有放了一個檔案,就是這一個 就是1511的瓜五中自傳 VBA轉GS的這個,我剛剛有把它截圖了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做的,反正就是123 這個其實跟大一的VBA基本上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它把它原來在Excel的東西轉換成為到Google的試算表 大概是這樣 所以其實基本上你說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反正可以達到目的,其實都一樣 剛剛其實做的這一段程式,這個Sub 然後我就是把它貼到那個GPT 所以GPT你們找一下應該不難找 而且我還蠻強烈建議 各位可以多跟GPT相處一下 你會覺得它是蠻好的朋友 其實這可以幫你蠻多的 然後呢 把這一段程式把它貼上之後 它幫你轉換 轉換的結果把它貼到這邊來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一段程式 直接貼到哪裡? 貼到你的這個Function裡面 有沒有,我剛剛直接把它貼上 這樣就OK 貼完之後的話,再增加一個按鈕 按鈕的話呢 就是直接這樣 加按鈕的方法在這裡 插入繪圖就可以了 然後它就把那個名稱給加上去 按除存跟關閉 並且把這個地方 再加上 這個按右鍵 然後點一下這邊有個指派指令 把剛剛的那個Function名稱填上去 Round 應該OK啦 我發現好像TrumpT目前 Round的結果還蠻 令人滿意的啦 OK 好 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 那你說老師你為什麼要 講 講這些東西 其實我跟各位講 目前如果你假設 你真的未來畢業之後 你真的希望 找到一個相對薪水高一點的工作 我真的強烈建議一定要學好層次 你說老師弄過不是 資訊相關 現在沒有在管這個了 OK 不要畫立自線 因為任何行業都需要這些東西 現在最夯的ABC A是什麼 AI 對不對 你看 像Charge B就AI B的話就Big Data 大數據分析 對不對 C的話是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Cloud 雲端運算 那現在 大概 10年內 這種趨勢應該是不會改變 那這個背後 最重要的是把程式學好 因為你看AI背後其實也是程式嘛 大數據分析 怎麼會用人工來分析吧 也是程式 雲端運算 也是程式 所以啦 我建議 真的把程式學好 這個是 最基本的 OK 千萬不要說 老師我是什麼科系 所以我應該不需要 如果你不需要啦 將來可能你就會陷入到 就是 比較 低薪的回圈啦 所以我強 如果你假設希望你真的將來 呃 除非說你有其他的更更厲害的專業 不然的話如果沒有啦 我建議你至少這個把它學好 那你說到底 這個學好的話薪資有多少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其實可以問Charge Bt 比如說你問他什麼 請問 喔 比如說我想知道 Google Google工程師 的年薪好了 比如說GPT知不知道 我相信他應該知道 我發現他蠻聰明的 OK Enter一下 不過他給我簡體字 福利獎金 沒有給我直接答案 那你如果 有沒有OK 他這是他有點是 拐彎抹角的 OK 我想說美國人應該就不要直接 因為他學台灣人 拐彎抹角 OK 直接講就好了嗎 OK 那你看一下 這邊就有直接的Google工程師 一月第一 大概也不一樣 不過範圍的話 如果你是初階 就是你可以進去 是菜鳥工程師的話 大約是多少 13萬 如果以現在惠玉來算的話 32啦 OK 加算30好了 30的話乘上13 最低階的 一年年薪就有多少 大概400萬 OK 如果你假設 到高級工程師的話 大概就800萬 OK 如果你在更高級的話 就破千萬 年薪破千萬 OK 但你不求那麼高啦 你也許中階的好了 所以如果假設 你真的可以進到Google 然後呢 其實你也不用 說太努力吧 大概就做個五年十年 說真的啦 就可以在台灣基本上應該 如果你 不會亂花錢的話 你如果要應該 五年十年 你好好 把錢存下來 應該很快就可以退休了 有沒有 其實也夠了吧 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 你可以享受你的人生 不過我發現很多那種 比較 高級工程師之後 他其實也沒有閒著 但他就是很有錢 剩下來就是 很自由的人生 也就是說你想要做什麼 你就可以選擇做什麼 比如說我想要 這個時間我可以飛到那邊 去度個假 或者幹嘛 隨時就可以很自在 OK 不過前提可能還是 要 沒有家庭吧 如果家裡可能沒辦法 但是 實際上的話 至少你是有選擇權的 我覺得你不是被選擇 而是你有選擇權 我覺得有選擇權 這件事還蠻重要的 如果假設你家裡工作 沒辦法選 你為了要 經濟上的考量 所以你只能做一些 你可能不喜歡的工作 當然自然而然 你不會有 太快樂的感覺 OK 所以這個是 一個 所以你跟Google上面 其實也提供 上面有講跟沒講一樣 我只是要知道這個東西 那當然你在網路上查查看 這個不見得是 大概 大概區間大概是這樣 那還有其他的 這個工作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回到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 我希望產生這三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 其實就是直接拿這個SAP 貼到QRGBT 產生的 所以待會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QRGBT轉換 得到的結果 那可能你們得到的程式碼 我發現QRGBT每一次 好像都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應該是雷同 OK 那接下來我需要產生 第二個按鈕 就是清除 可是目前沒有 那我要怎麼把它產生 一樣 我直接拿那個 我們之前寫過的清除這一段 OK 然後我希望說你幫我把那個VBA轉換成 這個 QRGBT好了 把它複製一下 把它轉換成那個 GS 那接下來一樣 我就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我剛剛貼的這個下方 那 這個 問題 OK 我直接貼這邊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我剛剛這邊已經 實際上我已經有貼過了 所以我剛剛把這個 將 VBA層次轉換成 GAS 然後把這個層次 直接就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一樣它會給我 一段層次 就這一段 然後我一樣把它複製好了 它一樣會解釋 上面好像都一樣 而且有的時候它會產生 是簡體字 所以可見得 好像這些層次 應該是對岸的工程師寫的 然後他把它放在 它的資料庫裡面 OK 把它Copy一下 接下來一樣呢 就把它放在那個 我們的 這個層次的下方好了 這個部分 OK 所以我把它貼到這個下方 然後 因為我剛剛有貼一個 我看一下 好像基本上都一樣的東西 記得把這個改成 這個方向清除二 因為我們之前 像我記得我們在錄製的時候也叫清除 所以我名稱 讓它不一樣 我讓它改成叫清除二 其實當然如果你想知道說到底 它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的話 那其實你也可以做個比較 有沒有發現我這邊把它貼上之後到底它有哪些地方 是有不一樣的 拿這個來貼到這邊來比一下 這個轉成這個 其實 第一個不一樣的地方你會發現 好像還是VBA比較精簡一點 各位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 程式好像 這個 這個要寫Function 這個只要寫個Sup 名稱都一樣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回圈 回圈在這邊 你會發現它這個回圈上面還多一個敘述 什麼敘述 就是 宣告一個 物件 名稱叫Shit 這個Shit的話呢 它做什麼 它做 這個是 Google的四串表 然後呢 裡面先取得 一個什麼呢 一個 活動的一個 Active 然後 Get Active 怎麼好像 感覺名稱重複出現的感覺 有沒有 Get Active OK好了 反正先讓它可以Run好了 OK 那我們先試試看 看這個 OK 如果OK的話 那就不用改 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它Run一下 看看好了 所以從 這一段程式 如果我假設要增加一個按鈕 我就插入 繪圖 一樣在這邊插入一個按鈕好了 這個按鈕是 拖拉一下 裡面就是清除好了 然後把它的 樣式 填滿 改一下 改成這個好了 顏色不要一樣 字的顏色呢 字的顏色在這邊 字的顏色在這裡 紅色好了 然後 字稍微放大一下 按關閉 它會出現在這邊 那你按右鍵之後移動它 不過它還蠻貼心的 它會讓你對齊這一條線 然後你把它縮小一點點 它會出現跟上面一部一樣 然後讓它調一下 有了 上面會跟你講 跟上面一樣 並且指定那個什麼程式 指令碼 這個指令碼的話 就是這個 清除二好了 不可能還是要存檔一下 確定一下 存檔 然後把它貼上 確定 最後我們來一段一下 所以 如果做完這個按鈕之後的話 按一下它 OK 沒問題 那這個 這個為什麼不OK 這裡面要空掉 這個 確定 所以已經做兩個按鈕了 第一個是這個 第二個是這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第三個 就是輸出的話不是公式 而是最終的結果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們就這樣做 我們看著他們 我看大家 真的嗎 我們可以看 我們首先來看